立法會財委會星期六將會加開8小時的會議 審議積壓的政府撥款申請 主席吳亮星建議政府將沒有爭議項目排線 減少對民生羨慕的影響 但據了解,政府未有計劃調整議程的次序 內感平報導 政府高層輪流出來呼籲立法會加快審批撥款進度 財委會主席吳亮星決定 會在星期六加開4折合共8小時會議 他同時要求政府將沒有爭議項目排線 我已經提議政府盡量那些非爭議性的放在優先 這樣相信對於不會產生拉布等情況 有利於我們的審議 我相信政府自己考慮 能夠順利一點的安排 我相信政府一定會留意 據了解,政府認為最具爭議性的 是三堆一勞的撥款申請 但由於已經排在議程較後位置 不需要更改 但目前五十多項撥款 部分議員是有不少意見的 包括三億多的海外升學獎學金計劃 以及一億多的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 至於公屋免租一個月和中緩出商量 都是排在較後位置 至於馬例醫院就排在第28 之後就輪到最具爭議性的三堆一勞撥款申請 而公務員加薪預計都是會在三堆一勞之後 NOW TV記者 羅錦平報導 NOW TV記者 羅錦平報導 NOW TV記者 羅錦平報導 NOW TV記者 羅錦平óc